IP是智慧财产权Intellation Properly的缩写 泛指人类以智慧创作具财产价值 且有法律保护的一种权利 这种热门角色IP 专正创造收益的是他们的各种延伸周边商品授权 纵观目前市场上许多的倡议角色IP 多以美、日、创春为主流 少有台湾的角色创意 这也引发我们想要从台湾本土文化中 去设计角色IP并制成周边的想法 联合课程中讨论到 基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SDGs中 第四项指标第七点 在强调文化多样性上面 希望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台湾自己独有的角色IP公仔 来丰富整个人类文化 并提倡文化差异欣赏和发展文化的多样性 台湾各种传统文化中 大家见关键手 一时以来具有极其强烈的造型与在地文化特色 在时下年轻人中有一定的认同感跟价值存在 且在造型服装上面有别具特色 具有相当显著的在地文化特色 因此本专题持续于台湾的八家匠传统文化 以八家匠造型为主要发想 进行角色公仔AT设计 附加名称定为旧匠业 以轻松窥鞋带有趣味的口语命名 融合青少年日常生活用语及谐音 来融入青少年族曲与创造认同感 为什么是职工仔 基于联合国有序发展目标 SDGS中指标12 招认消费与生产中确保永续的消费与生产模式 仗义以再生纸进行职工仔设计 因为只是一个比较环保可再利用的原料 是较永续的一种生产模式 于是我们以八家匠为基础 参考多元资料 汇整出一套具有代表性的造型 以此做了修正并简化 画出了属于我们的八家匠角色设计稿 其中特意将角色修改为 原判斗趣的造型比例 但也不是传统文化的严肃 确定设计稿后引述未绘图程式 绘制出每个角色的三式图 脸谱及服饰细节 并依照三式图用3D软体制作出 3D的角色出模 接着用雕刻软体细修再去调整它的布线 使它能够更符合我们想要的形象 并进行UMI绘出到PS里 绘制角色的脸谱 衣裤及帽子上的花纹 再回到3D软体中进行材质制作 这样角色初步外表就建构完成了 在公仔的制作过程 我们挑选纸张来进行公仔制作 因成本意掌握的纸公仔 简易的构造设计 多以四方形为主 加入八架匠独册的花纹 因纸张印刷的特性 可在造型上使用丰富的色彩 使角色的特性都较为显眼 用以凸显的八架匠的风格特色 并能轻易达到商品化 量产化的可能性 结合数位绘图与3D成型技术的辅助 我们将角色IP 设计延伸应用更加的多元化 除了纸公仔的设计外 图像立体化与动态化 更能灵活发展 因此我们运用设计完成的IP角色造型 完成一系列的动态制作 可用于活动、行销与宣传制作 于是我们以八架匠为基础 参考多元资料 汇整出一套具有代表性的造型 以此做了修正并简化 画出了属于我们的八架匠角色设计稿 其中特意将角色修改为 圆胖斗区的造型比例 但也不是传统文化的严肃 确定设计稿后引述未绘图程式 绘制出每个角色的三式图、脸谱及服饰细节 并依照三式图用3D软体制作出 3D的角色出模 接着用雕刻软体细修再去调整它的布线 使它能够更符合我们想要的形象 并进行UMI绘出到PS里 绘制角色的脸谱、衣裤及帽子上的花纹 再回到3D软体中进行材质制作 这样角色初步外表就建构完成了